一些批评 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反对党现在能够做的 因为我们在讲说政策政策 其实只有执政党有政策 政策如果没有预算在一起 没有公权力 那种不叫政策 那只是理想 所以我想说我们过去已经累积了 八年这个执政经验 人跟过去的一些具体的方法都还在 这个对我们讲并不难 只是说现在大概还不适合提出一个完整的 但是以我现在目前在党部 偶尔也会临行参加一些会议 实际上我们现在都有分小组在进行 所以我想说这可能大家可以来拭目以待 好下面我们开始接电话 首先是台北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上礼拜那个台北的来宾呢 范斯敏教授讲的话 回应一下他根本就是误导视听 基本上他说什么台美关系 那个因为美国美军救援队来 就是79年台美中止外交关系 以来最大精神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首先闹了很多的什么 婉拒风波啊 根本马政府讲实在他心里头 是希望中国大陆率先进来 但是主要是因为台湾的媒体 还有民众包括南英媒体呢 都没有做个心理准备 对这60年 一下子让一个理论上还是敌国的 救难组织或势力先进来的话 还是心理上还是无法接受 所以马政府基本上是被迫的 实际上后来马政府高层以后媒体报道 说苦笑 说不定他们私下还是说 像中国大陆暗地你说sorry 以后再有机会了 所以基本上这是因为 他们无奈的因才导致这样的果 所以大家不要被范思平教授给误导了 还有就是对那个节目有一点小建议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感觉上就是 DC演播室那边 中国大陆的来宾好像都很少请这方面来宾 希望未来有机会的话 就是请那个DC主持人孙晨大哥 多多邀请那个中国大陆背景的 也长大来一下 这样子谢谢 好谢谢 谢谢您的建议 北京王先生下面是 喂 请点啊王先生 首先我觉得就是 我说三点 第一这个陈云林到这个台北啊 去到台湾访问 是不是他这个马英九 对他的接待规格是不是过高 因为他只是一个海协会的一个负责人 他虽然是他是代表大陆的政府 但是我觉得 我感觉我们大陆的这个电视报道 把他当作一种有点像国家元首一样的 像国家至少总理级的这种接待 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难道是台湾真的为了经济利益而过分的 就是抬高 两会就是海鞋海鸡会的会谈 这个过分的就是用渲染的话 这个是不是 我觉得有点不正常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就觉得刚才那位台湾的朋友提的建议 我认为很好 甚至我都想什么时候能不能接两个电话 接进来让大陆的听众 因为我只是一个大陆的普通听众 和台湾的一个普通听众 我们俩能不能就面对面的讨论一些问题 希望咱们节目有所改变 就是说专家只能代表他们专家的观点 其实大陆和台湾的老百姓 我想更能代表民意 这是我谈的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说台湾这次 大陆的媒体报道 就是说为了抗议这个陈云林到台湾访问 就是说有个警察还被打伤了 这大陆呢 这媒体就说这台湾的民主啊不好 他混乱 因为大陆他就是说这个威权 他最大的理由就是说维护社会稳定 如果台湾的民主 真的是不是那么混乱 而且其实台湾的立法会的这个立委们 不要讨论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互相都要打架 拿起鞋子互相打 这个事情 因为曾经民进党的一个女的立法委员 就是说公开的 就是说在立法会这个大厅里面 这个打闹 这个事被大陆进行了 大陆媒体进行了又是一种渲染的一种宣传 就是说他们就是作为这个 就是反对民主的一个理由 我希望通过咱们这个节目 我也希望台湾的民众 无论 王先生 王先生 我能不能这个稍微打断一下 刚才您那个建议很好 我们先马上就试一下 您电话先别挂 我下面接台中姚先生 如果他跟您讨论这个议题相关的话 您也可以插两句 姚先生你好 姚先生在吗 姚先生 这个最快乐了 OK 谢谢 我简单的说 简单的这个财政委书中之母啊 这个是代表一个政府的一个主权 第二个啊 恶斯是在水吊鸽头中 第二个 王先生 姚先生 这大陆东区啊 这乱包进啊 千古无纽人物啊 每一个朝代的人物啊 都要 把自己的责任啊 放在心头上啊 不要让那个历史啊 在这个头上啊 乱写 然后第三个过去八年的不堪的岁月之中啊 人生有多少个 这个 八年啊 少年白头啊 我们这个是非常堪虑的 然后最后我本来是想说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简称中国 我有新的解释方法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既然可以简称为中国 也可以简称为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也可以简称为中国 当然的啊 要统一起来的话 我认为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简称做中华民国 也可以简称做中国 大家都一起啊 没事啊 谢谢 谢谢 再接广西滕先生电话 广西滕先生你好 我是一个年轻的听众 然后经常看一下美国之间 对这个陈会长去台湾 我有几点 观点就是说 像台湾那样针对那个FR 他们可以中分 表达他们的意见 维护他们的利益 但是大陆我们这边的话 到底FR是什么 很多人都不懂 我们怎么维护我们的利益 谁来维护 我们也不知道 都是那些高层的去做 然后第二点 那是在电视上看 那些民进党的话 好像很多台独人士 都是那些年纪比较大 然后好像数字的各方面 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 是否他真的了解 那个FR所讲的内容 还有像是不是说是民进党 过来 或者是说是他们自己不了解 或者是被别人煽动了 这种 然后第三的话 还是跟前面那位北京的 王先生一样 就说应该通过什么局道 加强民间交流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了 只是电视上看到的交流 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 像我们普通的小老百姓 特别是我们这边 像广西的落后地区的 我们怎么才能跟他们那边 台湾那边的人交流 因为其实现在的话 我们现在的话就说 台湾那边也不要把我们大陆 想象了成好像很封闭 很闭锁的样子 像我25岁 我可以了解到很多东西 了解我们到这边的一些问题 也看到台湾那边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不排斥他们的民主 也不是说他那个民主 用到我们这里来就必定好 滕天啊 因为今天这个电话很多 对不起打断 请下面再接台北 黄建人电话 黄建人您好 大家好 X8不是说不能谈 也不是说不能签 但是以前那个WTO 把那个台湾的那个农业冲击到这样子 政府说要怎么辅导 要怎么转型 有没有做 根本没有做 所以人家怕了 现在你说 我到X8签了 我有配套 被冲击了 我要怎么去转型 怎么要去辅导 告诉你 这已经讲了快一年了 你这样的时候 你这样要转型 要怎么样 你早就可以做了 不是说现在还在汉河 所以说 你这个政府 你刚才签了之后 我敢你说一句 签了之后 也是让以前的那个农业 像农民让他自生自命 好 谢谢黄先生 让我们的专家 来回应一下刚才的几个电话 好的 我很快的 就是